爱着引路的回归后出演了YouTube到StudioHawk 正在公开的饮酒内容街头酒吧玩二 与Darren MC的Super Junior希彻 以其吐鲁内心想法 气氛非常热烈 拍摄过程中决定 结婚速度快排名的生员们 在五名成员中 选出最晚结婚的是曹薇娟 薇娟之所以不能结婚 是因为要求太高了 希彻好奇有多高 曹薇娟问起 我能说吗 虽然有些不知所措 但一说长得帅 个子高 工作也好 人品也好 尊敬也好 有趣又能在一起很平静 就停下来 对于不断向恋人 抵触要求条件的曹薇娟 全表示 注定一辈子一个人生活 反而无言 但是让成员们感到无言的 不止这些 当希彻问起薇娟 如果比喻成艺人 会是谁 薇娟竟然说 男性版曹薇娟 收到了成员们的热烈虚声 说完曹薇娟被传 注定一辈子单身 但粉丝们对她的意见 纷纷表示接受 薇娟的理想对象 很高也没关系 这样才是公主曹薇娟 既然要跟薇娟结婚 真的得在每件事上 都脱颖而出啊 要人表示 曹薇娟的理想 不就是迷你吗 爱的韩社 每日接受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